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总算要降落台湾 而这一批是93.2万计 后面陆续还有14批 每一批都是以将近百万计的数量 总共会进到台湾1500万计 而这一次是由三方 包含了慈激 永灵基金会 以及台积电一起 民间企业努力催货的成果 那么可以看到 现在大家都是非常兴奋的 因为飞机已经即将要降落了 那么很多人都说 这是见证历史性的一刻 好 那么呢 现在呢 这一架卢森堡货运航空 其实已经降落到桃园机场了 那么可以看到的呢 其实在等一下 就有我们的卫福部长陈时中 还有台积电创办人张忠某的太太张淑芬 还有慈激的代表方会一起在我们的华厨里面 迎接BNT疫苗 那么呢 总计这一次呢 是93.2万级的疫苗数量 而刚才降了这一架呢 其实就是我们的CV7962 卢森堡的货机 从卢森堡起飞 然后呢 就是因为地理之变 也受到了辉瑞药厂的委托 那么呢 中间其实有停了一下亚赛拜然 那么呢 原本很多人就会说 其实以以往的记录这一架货机 其实是会稍微延迟的 那么呢 原本是表定大约是7点半抵达 但是呢 今天看起来是提前抵达了 那么现在呢 其实已经降落了 那么呢 等一下也预计呢 会再过一阵子 我们期待的第一批BNT 就会下机了 那么其实中天新闻也独家掌握了消息 在昨天上海复兴的微博贴出的时候 上面印有复必泰的字样的大大的布条 而且呢 上面也有写到了上海复兴BNT 以及新冠肺炎的疫苗 但是呢 这一次啊 其实根据我们的消息掌握 指挥中心似乎有打电话 希望滑出的人员 可以在疫苗下机前 先上机帮忙 把复必泰布条的字样先拉下来 那我们等一下就可以看看 到底指挥中心有没有要求 是不是和昨天上海复兴所 PO出来的照片有差别呢 那么刚才呢 其实大家都有看到 这一家货机是非常的特别 也长得也很不一样 那很多人就会说 这个外观其实非常的新颖 特别 这个就是卢森堡的货机 那么呢 在今天呢 其实在刚才的七点钟 也是准时的抵达台湾 原本是预计呢 会提前到六点四十七分 不过刚才其实非常多的朋友 都有说到了 也关注这一架航班的动向 那么呢 刚才呢 是在观音外海部 还有巴黎外海呢 最后是成功的降落在 桃圆机场 而时间就是七点整 那么可以带大家再回顾一次 这一次的BNT购买 到底谁出力的比较多 那么呢 其实是在五月二十三号的时候 到现在九月 其实已经四个月的时间了 在五月二十三号的时候呢 是由永林基金会向官方提出 捐赠疫苗的方案 这个是第一次有民间企业 看不下去 觉得台湾的疫情这么严重 可是我们的国际疫苗的到货率 实在是不高 所以就勇于跳出来 也希望呢 能够促成这一次BNT成功来到台湾 所以呢 在五月二十三号的时候 企业就向官方提出了相关的方案 而五月二十七号就传出 我们的郭台铃董事长 和上海复兴就有洽谈 采购的相关事宜 那么到五月二十八号 是指挥中心有宣布了 是地方政府还有企业采购 疫苗的相关指引 而到了五月二十九号呢 其实郭台铃还有再次的说明 他要进的是原厂的BNT 而不是中国制的 但是呢 我们的指挥中心这里 好像迟迟没有下文 而且是直到了六月一号 郭台铃的夫人曾心仪 依照了指挥中心的指引 而递送向 食药署递送相关的文件 那么呢 在六月二号的时候呢 虽然指挥中心已经证实 有收到文件了 但是呢 还是少了原厂的授权书 所以呢 其实时间就不断的拖到了 六月十八号 那么呢 现在其实已经隔了 将近了四个月的时间 总算促成了这一批 第一批的疫苗 也就是BNT 93.2万剂来到台湾 那么总共呢 这一次会分为 15趟抵达台湾 那第一批呢 是将近一百万 在陆续后面呢 其实也会分为 每周帮忙运抵台湾 而且是以一次一百万剂左右 来运送 好 那其实今天呢 其实大家都非常兴奋 也真的等很久了 我们可以看到 在停机坪这里呢 我们的卫福部长 陈时中 还有我们的台积电 创办人张忠谋 董事长的夫人张淑芬 也已经抵达了 那么现在透过画面呢 可以看到 他们是在合影中 等一下呢 也预计会和第一批 非常的振奋感动 降落台湾的BNT 来一起合影留念 那么可以看到呢 上面 在画面上头 还有我们的 食药署长吴秀梅 包含了我们还有 实际的代表 也一起到了平基坪 那么呢 预计他们现在是 稍左交谈 那么等一下呢 就会金融相关的人员指引 进到华厨 和第一批 抵达台湾的BNT疫苗 一起合照 而其实这一次的BNT呢 是现有的库存 就是这一批 进到台湾的 就是3.2万剂 那么呢 一周后呢 还陆续都会有疫苗 进到台湾 总计是1500万剂 而这也是三方 我们的企业代表 包含了慈寂 永灵基金会 还有台积舰 共同努力的成果 那么其实现在 台湾的现有库存 包含了是AZ 143万剂 还有我们的莫德纳 是42.5万剂 那当然另外还有高端 不过大家认为 其实打国际疫苗 对于之后出国 还是比较好的 所以大家都还是 非常的期待 这一批的BNT 可是呢 要特别提醒 这一次的BNT 第一批呢 是要交给12到17岁 作为优先师大 那么经过民党立委 也就是英系的联合声明 他们认为 要给18到22岁 作为演劣前面的 优先师大族群 所以这一次的BNT 总共前面的到货 其实陆续到货 抵达台湾 那么呢 分配将是由12到17岁 以及18到22岁 这个族群列为 优先师大 那么呢 这些青年 其实也不用到诊所 跟医院 其实大部分都是 经由校园造册 而是由相关的 医护人员进到校园 帮他们师大 那同样也是有疫苗 以及防疫相关的家 那我们可以看到呢 现在是在机场跑道上 BNT的疫苗总算抵达台湾了 好 那么呢 现在呢 我们的张淑芬 以及陈时中 都已经抵达 其实对于很多人来说 这一次BNT 能够抵达台湾呢 都是民间企业 共同努力的成果 但是呢 我们的祝德代表 谢志伟 他却在脸书上 提到了第四棒抢攻 所以很多人都会问 到底谁是第四棒呢 那么到底 谁又努力比较多呢 其实民众都自由公平的 好 那可以看到呢 其实现在哦 我们的这一批的预约 其实已经到了第七轮 可是呢 因为前面呢 是经由青少年造册 那么后面预计是 9月3号到4号 是开放 大家可以选AZ 那么呢 尚未师大的是 23到28岁 那么其实非常多人期待 还是希望能达到的是 BNT或者是莫德纳 不过因为莫德纳 现在现有的库存 剩下42.5万 也预计呢 是有可以让第一线的医护 以及已经打过第一剂的 三万人员 因为呢 莫德纳是不能混打的 所以呢 大家都会说 BNT跟AZ 如果可以混打的话 其实很多人都会期待 这一批的疫苗 但是呢 我们还是特别强调了 因为呢 在国外 其实经过科学的认证 以及验证呢 都显示了 其实BNT是最适合青少年 也就是12岁到18岁的族群施打的 所以呢 台湾也会依循着 国际的科学研究 来开放第一批优先的就是12岁到18岁 好可以看到呢 这一批的 我们现在画面上是卢森堡货运 这一家货机其实外观是非常的特别 那么呢 大家也会说 这一架搬机其实是非常好认的 像是我们刚刚在看到 飞机抵达台湾的时候呢 从外观上面就可以显示出来 这一架就是有卢森堡飞过来 然后呢 中间停靠在亚塞巴兰 然后呢 紧接着是降落在桃园机场的班机 那上面呢 是承载的非常多人的期盼与希望 也就是我们的第一批疫苗 是经由企业的合作之下呢 终算催成功了 那么呢 第一批是93.2万剂 好 那么很多的网友 包含了不断的强调说 BNT终于来到台湾了 然后呢 他们就说到了 为什么企业买就可以 但是我们的蔡政府在之前 却不愿接受 甚至是不断拖延呢 那么的 还有很多的网友来说 为什么要来接机抢工 不过呢 身为卫服部长 陈时中以及指挥官 同样是疫情指挥中心指挥官的 所以呢 在以往国际疫苗抵达台湾的时候 他都有来迎接 所以这一次 当然也不能例外